鲜花生陆续上市 今年的花生产量和品质如何 大花生 小花生 黑花生 彩花生 它们的营养成分到底有什么不同 油炸花生 花生鱼头汤 花生入菜还能吃出什么鲜花样 花生怎么吃才更健康 更营养呢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提起花生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花生被誉为长生果 不仅吃起来干铁可口 营养还特别丰富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花生 基本以江苏产的为主 这就是江苏的花生 它这个个大 然后能煮进去咸袋 这个卖得也挺好 现在便宜 量还大 王立军在新发地批发销售花生很多年了 他告诉记者 花生的价格每年都比较稳定 基本不会有大的浮动 这个季节的价钱就是这两块多钱 没有几回超过三块钱的时候 基本上价格挺平稳的 特别北京我们的行情更平稳 这个扯应该是十吨左右 小料最好的时候说是每天一扯 但是要是不好的时候就行三天两扯 这车江苏的花生是前一晚连夜从江苏运到北京的 商户说今年花生的质量比往年都要好 你捏它 捏不动的就是饱满就时尚 就是一捏就孔壳那似的就不好 像这个其实就不是太好 这一捏就能 你这一个手就能捏别了 你看那粒就不嫩饱满吧 特意上产地去了 人家那骰子就特别仅限化 这花生就是把那个不好的杂质什么的都塞出去了 像这花生就特别饱满 王力军告诉记者 现如今花生都是机械化采摘筛选 从原产地收上来的花生质量一年比一年好 在新发地市场 记者看到 除了来自江苏的花生 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安徽的花生品种 这个花生颗粒小 饱满 口感好 吃起来比那大花生香 你像这种的花生你看看 它没有别的 特实生 皮还薄 安徽的 就是4块钱左右 基本上都这样 没有太大的幅度 安徽的花生比江苏的产量要小很多 价格高一些 所以每天的到货量最多也就500包左右 但是也不成万 虽然很多省份都有花生种植 但是因为收获季节不同 所以花生 花生今年很高产 一千左右金吧 今年的花生找势很好 你一看就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一干害了马上老天下雨 今年雨水很充分 不用自己浇 雨水不好的话要用地瓜浇 今年没什么浇 下雨下得好 花生果基本都是双果仁 个头又大 扒开后的花生也是实打实的饱满 往年一亩地能收花生600到800节 但今年每亩居然突破了1000节 当地的村民都说 今年是花生的丰收年 那今年花生销售价格又是多少呢 去年是4块左右钱 3块94块 今年有抽款4块 村民说 今年花生的种植面积 也比去年少了些 价格自然比去年定得高了 在夏克庄镇 几乎家家都种了几亩花生 当然还有一些上百亩的种植大户 李娜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今年种植的花生 大约是有210亩左右 可以看一下今年这个花生 可以说是硕果累累 确实也是果大 然后也很饱满 种植户从地里收获盛来的花生 都会先运送回家 将花生均匀地铺亮在地上 将花生里的水分晒干 张美清今年种植了两亩花生地 收获了2200多斤花生 晒好花生 趁着今天有风 它就开始扬花生了 将花生里的杂质石块和地膜挑出去 是为了能卖个好价钱 其实都资料挺好 今年花生都长 你看今年的 你怎么吃都行 这早上好瓜 这早上有瓜 长点 它就卖高价 因为瓜这样别的 别的是多吧 也就不跟你好价钱 得差后就没钱 虽然今年花生的质量每家都好 但是花生的收购却是一天一个价格 没到最终卖出时都不好说 张兴华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花生收购商 我们跟着他去了解一下花生收购情况 在了解到今年来西花生丰收后 他准备尽早去探探花生的行情价格 可是这有今年种的花生 是 今年的花生 我觉得特别好 今年 你这几目的呢 我在耳门耳门门 我说大不少今年 今年花生确实挺好的 今年花生比上年来好多了 上年来还带米 今年来不带米 今年不用去探了 从花生的品质上就得多吃钱 各方面就是出厂品也出得多 这个价格 一斤 每十斤 四块二三 十块三吧 啊 这样的 当着酿甜过来吃 人家就着 好好 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辨别花生的品质 如何挑选花生呢 张兴华教了我们一招 首先看他的舍质 舍质就是不要有五花的 还是身上有带泥的 是不是 第二个就是看他这个花生杆的成品率 装饰果 这个果 这果出的成品越多 他当然就越高了 第三个吧 就是看啥 看这个 看这个花生的脂力薄 饱满 啊 嗯 八处花生 把它放到这里 看它这个脂力 饱满 这就说明这个花生 在收获的时候成熟度已经至日爱成熟了 是不是啊 它的品质也就刚好了 跟随张兴华 记者又来到了另外一位种植户家中 这家的花生能给到什么价位呢 今天这个价格就是四块二三 十块 现在就定的嘛 看 现在就真是这个价格 现在今年价格四块二三你能卖吗 我不能卖 我 我就说不回事 今年来西花生总种植面积25万亩 花生总产量10万吨左右 由于种植面积减少 所以花生的总产量也并不多 花生每进的收购价格 也比去年同期高了0.5元 花生可以在家中存放几个月 所以不少村民都想在观望观望 希望卖个更好的价钱 没有吧 没有呢 多少钱 干什么呀 五块啊 你不说五块啊 我等一看我看五块 十块 十块九你拿的 十块二 十块二不行 你不能吃这十块二 今年 我都不能吃 今年预计切成果呀 十块五差不多 五个花生今年做的不错 现在这个价格如果不美的话 这先预定一下 去年张兴华来收花生的价格 每进是3.8元 而今年给出的价格是美金4.1至4.3元 现在还处于花生收购的早期 张兴华也不敢贸然印了这价格 也想再看看市场行情 对于种植货而言 花生产生的经济效益以玉米大豆等农作物要低 外加过去了几年在花生的收货期又总遇雨水不好采收 所以目前花生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少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也在不断地尝试新品种提高花生产产 今年整体上 就是同样的结果数情况下 今年的花生产量要比去年高出30%以上 通过品种的改良 那么产量一亩地提高了100斤 那么按照现代市场行情 一斤是3块钱左右和3块5左右 那么它一亩地就增收了350块钱 这个产量经济效益是非常可观的 张华科是莱西市院上镇的花生种植户 为了扩大花生的种植和加工规模 他在2020年拿到了第一笔银行贷款 拿到第一笔贷款以后 我就扩大我的生产规模 改料品种 改进技术 实现了这个经济化更重 这笔银行贷款帮助张华科 解决了融资难 融资贵 担保难的问题 我们离绕农业农村地区的村社户企店 五大重点客群 创新了粮食收购贷 花生贷 种植贷 辣椒贷 以及线上信用户贷款 这些符合地方特色农业产业特点的贷款产品 在下个庄镇 记者遇到了从事花生回收加工 线上线下销售的葛全修兄弟俩 正巧当天弟弟葛英修收到了一车有三吨重的新花生 今年的花生比去年的提升太大了 我感觉今年的花生就是苛苛饱满 它比较粉嫩 比较大 然后它的 你看 它的头没有生芽的 是吧 然后皮 很好看 这就是一颗好花生的标准是吧 去年的花生是在坏果里找好果 而今年则是在好果里挑出个别坏果 假如说他们这一车吧 一共大约4000斤吧 然后我们要从这4000斤里取出平均值 就是每一包都抽一点 因为它每一包的质量有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要取平均值 然后最后给他们结算 最高的可以到4块钱 你就像这种的 是吧 就可以达到4块钱左右 像这样的小车花生 这里每天都可以有十几辆 收上来的花生会经过一条传送带 先存放到仓库里 当花生存放上一到两天 水分去除的差不多后 就可以脱壳了 眼下正是来袭花生开始交易的时候 而花生的收购会一直持续到 第二年的4至5月份 目前最新一批的来袭大花生 已经上架到了各大网店 很多直播间已经开始销售了 直播间里面大花生都是9块钱一斤 小花生是6块多一点一斤 这个都是全国包邮的 基本上买的最多的就是5斤 就是2.5公斤 还有2斤的 各群修家的网店 每年线上交易量 基本在2000吨左右 在直播间销售的来袭大花生 个头大的有两厘米厂 大花生可以煮粥 适合各种风筝 小花生干吃起来 口感清甜 每年都是在不断地增加的 然后周边的这些 各个乡镇的这些老百姓 他也会把这个花生去通过 我们会直接联系我们 或者联系我们下面的 这些收购的小商贩 然后通过他们 再来销售给我们 当天在网络下单的花生 会在第二天由工厂统一党包发货 埋藏在地下的小小花生 在来锡摇身一变 成为品种多样的优质农产品 来锡的花生制品 占据全国花生海外出口量的 四分之一以上 花生营养丰富 在制作方式上也是五花八门 你知道花生能做出 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吗 赶紧来看看这些菜 是否也出现在你的菜单里呢 我们今天做了这个鱼头 是来锡糊 16斤以上的鱼大花莲 这个花生是来锡的特产 全国花生看山东 山东花生看来锡 新鲜的花生 这个是核桃 姜片还有原石 我们的花生吃起来的时候 满 出来熬了鱼头汤的时候浓 颜色还白 喝起来的时候口感非常好滑 花生鱼头汤 听起来是不是营养又健康 将鱼头用花生油煎炸至两面金黄 想要做出来的汤汁颜色奶白 那么在加水的时候 一定要加入滚烫的开水 开水它能增加的白度 而且汤的快 鱼头汤熬的时间不能太长 太长的话营养都飞发了 一般来到15分钟左右就好了 煮汤时要全程开中火 等花生和鱼的营养慢慢地释放出来 大概15分钟左右 一份热气腾腾的颜色奶白的 花生鱼头汤就制作完成了 师傅正在将花生按压成花生碎 这是为了制作什么呢 参透了甜品 用来西瓜的花生加黑芝麻 糖酸 一起做的甜而不利 将花生碾压成花生碎 随后加入黑芝麻和糖霜 调好香甜的馅儿后 就可以制作薄饼了 甜品的薄饼要薄 也要有糯糯的口感 所以米糊用的是大米粉和糯米粉 油热后将米糊倒入平底锅中 攀成薄饼 烹热的过程要切翻面 保证饼皮受热均匀 成熟时间一致 不断过煎 两边煎完以后 把这个撒在里面转起来 切一片一片的 花生薄饼 这样一道甜糯坛牙的餐后甜点 你学会了吗 关于花生 花生最高的那肯定是油炸花生米了 这道再加成不过的油炸花生米 谁都可以做 但烹热的几个关键步骤 决定了它好吃的程度 我们赶紧学起来 首先在花生米的选择上 就要选水分少的 看到那个饱满的情度 因为它干了 它会收缩的 外皮会收缩的 饱满的情度 新鲜的花生吧 它水分很足 干一些的花生米 炸起来会更脆 在油锅中倒入调和油后 就可以炸花生米了 因为用花生油它会起泡 调和油炸起来花生米颜色好 脆香 大概两斤左右 油一定要稍微多一点 没过花生 要不然它有一些炸透 有一些炸不透 吃起来更不脆 香和脆是油炸花生米好吃的关键 为了达到这样的口感 在油炸过程中 要耐心地守候在油锅旁 全程小火 用油温将花生米慢慢炸熟 油温最重要 然后就把那个时间不要先不要急 先急了 它容易发梗 不脆 让它油温慢慢地伸进去花生里面 时间够了 它这个花生才脆 这样在手里面 在勺里面 你可以听到响了 那就好了 炸好的花生不要马上撒盐 也不要立刻就吃 花生米凉了以后口感才香脆 这时也可以撒盐了 挂霜花生是当地人耳熟能详的甜菜 将这糖水溶液 通过加热不断蒸发水分 待达到饱和状态后 这糖重新结晶来实现烹调 现在在这儿熬糖 才能挂出霜来 把糖熬到一定程度 然后把它倒进去 慢慢就成霜了 做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这道菜属于一个甜食 而且里面酥脆 口感比较好 老少介意 比较繁帅一些 首先里面是有大花生 鸡丁 葱丁 辣椒丁 然后调出一个鱼香口 炒制的 鸡丁过油后备用 将葱姜干辣椒炒出香味后 加入鱼香汁和鸡丁 最后放入花生 公保鸡丁四则鲜亮酸甜可口 挂双花生一口一个香甜酥脆 还有麻麻辣辣的酒鬼花生 酸酸甜甜的老醋花生 虽都是花生 却各有各的滋味 每一道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 除了常见的花生品种 记者在一家生鲜超市 还发现了两种新品种的花生 这两年随着消费者的需求 不断地改变 我们也引入了一些新的品种 像黑花生 像我们的彩色花生 外皮的话会有些许不同 像黑花生 我们包开壳之后 分析上发现 它就是黑衣服 彩色花生的话 其实是它的壳和 它的果仁里面的果衣上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斑点 那这个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有点像彩色的一个感觉 跟传统这种红衣花生 在营养上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从我们的销量来看的话 其实消费者对于这种 新奇特不一样的花生产品 还是非常喜欢的 以我们这家店为例 现场花生的销量 其实有一个将近两次 后面发现的过去 这 petit米的实际創痕 和白色的盂量 是要去做的 因为你还不在意 如果 我们的古代 就走起了 因为今下一个 一些绘腾你 完绘食 之后 是 黑衣 压 特 老 也是有帮助的 它的主体的成分 不是特别有大的差异 但是一般它更多的知识 是跟品种相关的 有些品种它可能蛋白含量高 有些品种油脂含量高 王英瑶告诉我们 花生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油酸 烟酸 要向最大程度上保留营养物质 烹饪方式也是有要求的 有的传统的方式 也会是去烘烤一下 或者油炸一下 当然这种都是非常好的 一种小吃的方式 但比起来从营养的角度的话 用煮的这种方式 对于它蛋白的损失 以及我刚刚提到的那些 植物化合物的影响会比较小 这里要提醒消费者 花生虽好吃 但是别贪嘴 花生油脂肪含量高 每天食用10克左右为宜 大概为15例左右 而且也有部分人群 是不适合吃花生的 高学质的人群 还是要限制这类高油食物的 过量的摄入 做过一些胆囊切除素 对于这一类的话 我们也是尽量地避免摄入 高油的一些食物 当然因为我们花生里面 还有一些凝积素 这个非常地有特点 那比如说你最近 要是有人刚摔了一跤 它有很大的一块玉种 或者凝血 那这种情况 我们也建议在这段时间 花生要少碰 除颤器 便携彩钞 再生虎 最新的医疗技术成果 有哪些 理疗仪 筛查眼镜 海马 蚯蚓 健康产业博览会上 有哪些亮点 选择海南候鸟养老 花费多少 康阳 医疗 居家 你会如何安度晚年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